这个视频我们来介绍汉代的民歌汉乐府 学习诗经时我们提到 周朝设立了专门的采石棺来采集民歌 到了汉朝皇帝对民歌更加重视 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来进行管理 这个机构就是乐府 由乐府整理而来的民歌 我们就称之为汉乐府了 汉朝分为西汉和东汉 共有400年的历史 留下了极其丰富的乐府作品 形成了我国古代民歌中的一大壮观景象 作为典型的民歌 汉乐府第一大特点 就是作者来源十分广泛 上至世家公子 王公贵族 下至首边将士 村中妇孺 人人都爱唱歌 连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也不例外 刘邦当上皇帝后 荣归家乡 沛县 邀及家乡父老 一起饮酒 不禁在席间积住高歌 大风起西 云飞扬 威家海内西 归故乡 安德蒙是西 首四方 刘邦这首大风歌 豪气甘云 情运悠长 成为汉乐府中 跨一只人口的佳作 汉乐府都是名歌 其语言也就非常浅显通俗了 我们来看这首著名的彩莲歌 江南 江南可彩莲 莲夜和甜甜 鱼系莲夜间 鱼系莲夜东 鱼系莲夜西 鱼系莲夜南 鱼系莲夜北 全诗用明白如画的语言 为我们勾勒出 在江南茂盛的连夜中 鱼儿穿梭兮兮 人们纵情歌唱的彩莲场面 赞助这首 劝人珍惜光阴的长歌行 百川东到海 何时赴西归 少壮不努力 老大涂上碑 语言浅显的 连三岁孩童都能朗朗上口 汉代的老百姓 还特别善于通过唱歌来讲故事 汉乐府最突出的特点 就是显著的叙事特征 具体而言 又体现为生动的人物描写 和完整的故事情节 例如这首 傅病行 傅病连年累穗 传呼丈人前一言 当言未及得言 不知泪下 一和翩翩 一个穷苦的妇人 快要病死了 临终前把丈夫叫来 嘱咐她要照顾幼小的儿女 还未开口 泪水就翩翩而下 这个细节 生动地体现出一个母亲 无法再照顾幼子时的伤痛 读来令人泪下 这其中对人物的细节描写 就很成功 再如著名的叙事长诗 孔雀东南飞 故事情节就十分完整 她讲述了刘兰芝和焦仲青 这对恩爱的年轻夫妇 因为焦仲青的母亲 对刘兰芝不满 而被迫分离 最终为了不辜负彼此而双双赴死的故事 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这首诗深受人们的喜爱 它和北朝名歌 穆兰慈一起 被誉为岳府双臂 汉岳府当然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广阔地反映了汉代人民的生活 例如东门行 写百姓生活极苦 一个五十岁的男子 因为生活所迫 而被迫去做强盗 而墨上桑写婚姻爱情故事 美丽的采丧女罗夫断然拒绝了太守 表现出高尚的操守 十五从军争 写战争生活 一个老兵征战多年返回家乡 却发现家人早已亡固 这些诗歌就如一面镜子 折射出汉代人民的喜怒哀乐 没错 作者来源广泛 语言浅显通俗 故事生动感人 以及广阔的反映汉代百姓生活 正是汉月府的四大特点 这一讲就说到这吧 下个视频 我们就一起来赏西 把人的眼睛都哭成桃子的悲惨故事 复并行 快去答题抢金币吧